咱们今天呢 来说说发生在安徽博州的一起案件 事情呢 发生在2014年 14年4月16号一大早 这安徽省博州市乔东镇的一名村民老妇 就来到河边钓鱼去了 平时呢 就喜欢早上啊 钓钓鱼 可这天不巧的是什么呢 他沿着河堤啊 骑着摩托车骑了没多大一会儿 车子突然就抛锚了 哎呦 这骑不了了 怎么办呢 推着走吧 刚走了这么几步 就发现远处草丛里啊 趴着一个人 衣衫不整 就趴在地上 这要是摩托车没坏 呃一下就过去了 他也见不着 那么他走的稍微近点 这么一看 倒在草丛里的呢 是一个女人在那儿 是一动不动的趴着 老妇啊 就感觉 哎呦 出事了 这个女的这脸色不对呀 老妇说呀 当时这个女人的脸色 紫的就跟那紫茄子似的 于是呢 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 接到报案之后 博州市公安局 乔城分局的民警 迅速赶到了现场 到现场 这么一看 这个女人呢 早就死了 从直观上来看 这具尸体呢 没有明显的外伤 周围也没有任何的血迹 看上去不像是死于他杀 有人就说了 哎呦 是不是喝多了趴在这儿 结果冻死了呀 还是怎么着呀 或者是不是谁家的精神病患者 走丢了死在这儿了呀 可再看看周围的环境吧 似乎也不是 为什么呢 尸体啊 距离河堤 有五六米远 即使是人突然醉倒了 或者晕倒了 你不可能滚落到这么远的位置 这个河堤呢 有一条小路 特别的窄 来往的车辆啊 也挺多的 警方初步怀疑 这是一起交通事故 被车给撞了 可是经过勘察 民警并没有在路面上 发现什么散落物 甚至连死者的随身物品 都没发现 一般的女同志出现 你最起码不得带个包吗 是吧 实在不行 你不得有个手机 有串钥匙什么的吗 但是啊 这个女人身上什么也没有 甚至连鞋子都没有 最让民警注意的 就是这具尸体的双脚 俩小丫啊 是光着的 没穿鞋 也没穿袜子 哎呦 难道真是个精神病患者 或者是流浪者 啊 拾荒的 可是前一天晚上 泊州下了一宿的雨 这河堤上呢 又是土路 假如他光着脚行走 那么你这脚上啊 肯定到处都是泥点子 肯定脏的都不行了 可是这具尸体的脚底板 一点泥土都没有 特别的干净 明显的不是自己走到这地方来的 那不是他自己来的 是肯定有人把他拉过来 难道这是命案的抛尸现场吗 经过法医的初步检查 发现死者的颈部就脖子这儿 有那么一道特别细的勒痕 这个人呢 应该是被人用绳索之类的物体勒紧了 导致机械性窒息死亡的 也就是说 这不是什么意外死亡事件 而是命案 可是这警方碰上的 还是命案里最难侦破的 杀人抛尸案件 抛尸案件 我们之前讲过很多 对吧 通常第一步是干什么呢 得找到师员 你不知道这人是谁的话 你就不知道他的社会关系 你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就不知道到底谁可能杀害了他 可是死者身上 没有能证明他身份的物品呢 到了现场之后啊 警方赶紧的做走访 问周边的老百姓 这人是谁啊 你们见过吗 认识吗 大伙都说不认识 没见过 但是在走访过程之中 有一个村民跟民警反应 哎呀 就昨天吧 我碰见一个陌生的男的 到村子里边找人 他找的很可能就是这女的 这个村民说呀 这个男的过来就问啊 就是来找个女的 四十多岁 胖胖的 穿着一条紫色蓝色的 或者是绿色的裤子 也化妆 哎 这个线索的出现 让民警非常吃惊 对上了呀 四十来岁 身材胖乎乎的啊 难道这陌生男子要找的就是本案的死者吗 这个男的前一天还在村子里边找人呢 第二天这就发生了命案 这也太巧合了吧 后来呀 经过警方调查 发现这个男的不仅到这个村子里边找 在附近的几个村子呀 都找过 侦察员反映出这个线索之后 当时专案组别提多兴奋了 据村民回忆说呀 当时这男的呢 说自己是这个女人的亲人 急着要找这女人回家 问了半天 大伙谁都没见过 这个男的呢 就急匆匆的走了 也没留下任何的联系方式 这也不正常啊 对吧 一般情况之下 你真是找亲人 哎呦是吗 我这太着急了 你们给我留意着点吧 要是看见了 留个我的电话 给我打电话 必有重信 对吧 这是正常的呀 专案组的民警啊 就想着 如果能找到这个男的 那么就能立刻知道死者的身份 后来呢 警方又及时的 和在案发地附近的几个辖区派出所联系 看他们有没有接到类似的报警求助电话 结果都说呀 没有 如果说啊 亲人失踪 这个男的为什么不报警求助呢 你既然这么着急 想找你的亲人 为什么不留下联系方式呢 这个男人的行为 太让人怀疑了 有可能 这个神秘男子 就是这起案件的犯罪嫌疑人 很可能他找到了这个女人之后 杀人灭口 然后抛尸在这 不管怎么说 这个男的和这起案子密切相关 据村民说呀 这个人呢 身高一米七左右 说话口音 就是博州当地口音 背着一个垮包 但是具体长什么模样 因为大伙呢 也就见着了那么一面 谁都记不清楚了 按照这个人行走的路线 附近的一些卡口啊 路口啊 包括一些老百姓家里啊 不都装了监控了吗 警方呢 就进行了大量的调取 这个神秘男子 作为知情人 或者说 作为可能的犯罪嫌疑人 他对案件侦破的重要性 就不用多说了 只要找到他后面的问题 那都迎刃而解 可是 经过一番调查 这个人呢 就跟人间蒸发了似的 消失的无影无踪 这边查着这个神秘男子的身份去向 另一边呢 你还得对死者的尸体啊 进行进一步的检验 死者的身上 几乎没有抵抗伤 这说明 他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之下遇害的 嫌疑人就应该是死者的一个熟人 不仅如此 因为啊 通过检验尸体 发现死者是被人勒死的 嫌疑人用的是绳子之类的凶器 一般的命案不是这样 一般命案说伤害一个人啊 最常用的作案工具 就是刀啊 棍子呀 这种一击致命的 嫌疑人既然是用的绳子之类的物品作为凶器 说明他不是早有预谋的 很可能是就地取材 临时起义的 有可能受到了某些事情 某些因素的影响 比如说俩人吵架了 生气了 当时顺手就找着这绳子 就把人给勒死了 结合这两点吧 民警就判断 嫌疑人和死者肯定认识 在这种情况之下 找到师员 排查他的社会关系 就显得极其重要了 在现场啊 民警注意到这尸体 就在路边的草丛里 嫌疑人没有进行任何的掩饰 咱们说了 这河坝上呢 他有条路 来来往往的人呢 确实也不少 有过路的呀 有在这走路散步的呀 特别容易发现 你把尸体 你就直接扔草丛里 一眼就看见了呀 抛尸的目的是什么呀 你不就是为了掩盖罪行吗 可是嫌疑人 为什么处理尸体 处理的这么草率 他把这个尸体 哐汤就扔这了 这说明什么呀 说明他不怕尸体 被附近的老百姓 认出来 这个死者年龄四十岁左右 躺着头染着头发 穿着紧身的绿色的长裤 打扮的呢 很时髦 在左眼下边啊 还有假的眼睫毛 周边呢 都是村子 当地村子里面的普通老百姓啊 一般谁也不这么打扮 他这打扮呢 显得很浮夸 所以显然不是附近的村民 再加上周边 大伙也都不认识他 那么 这个女的到底是谁 警方怎么样 才能查实他的身份 身上没有别的随身物品 但他身上穿着衣服呢呀 从他这衣服 来进行分析吧 那从死者的衣物穿着上 警方能不能找出重要的线索 能不能顺利打开突破口呢 上期节目啊 咱们说到了 这死者身上是没有什么能证明身份的物品 尽管说没有其他的 但他穿着衣服呢呀 那就从衣服入手吧 看看从这衣服着手进行调查 能不能分析出点什么来 穿的那紧身绿裤子呀 一看上去啊 应该就挺便宜的 也就是几十块钱一条 别的衣服呢 也不是说那种什么品牌的服装啊 应该都比较便宜 警方呢 也拿着死者眼上那假睫毛啊 去走访了相关的商贩 走访了相关的这个市场 问问这玩意值多少钱 说这个呀 这是最便宜的那种 也就是十来块钱一对 这就说明什么 受害人生活层次不高 收入呢 应该比较低 各位 现在关键信息出来这么两点了啊 第一个收入不高 第二个打扮时髦 但到底他是什么样的人 住什么地方 这一切在当时来说还是一个谜 警方一方面接着查找师员 一方面呢 打算通过现场勘察 寻找有关嫌疑人的线索 但是对于抛尸案件来说呀 嫌疑人呢 一般在现场逗留的时间很短 一留下来的痕迹就会很少 这给案件侦破带来极大的困难 不过他既然来过 必然会留下蛛丝马迹 在尸体旁边的路上 民警还是有了一些发现 发现呢 这地上呢 有那个三轮车走过去的痕迹 要么是人力三轮车靠灯的 要么是电动三轮车 民警就认为 这很可能就是抛尸啊 转移尸体的工具 您各位听到这儿 可能有疑问了 附近老百姓 骑三轮车的应该不少吧 确实不少 这条河堤路虽然挺偏僻 但是是附近村民进城的捷径 来来往往的啊 这三轮车确实是最常见的交通工具之一 那么怎么判断出来 这个三轮车的车印 就是转移尸体的工具呢 因为啊 咱们之前提到了一个细节 在发现尸体的前一天晚上 泊州下了雨了 如果不下雨的话 还不能够确定 这个轮胎印 是在这个地面 潮湿泥泞的时候留下来的 这说明当时 应该正在下雨 或者刚刚下完雨 而这个车轮的痕迹啊 有的地方有些模糊不清 那么这很有可能是雨水冲刷的结果 所以呢 据此来判断 当时这辆三轮车从这走的时候 确实是正在下雨 而不是雨后 随后民警又向泊州市气象局 了解了相关的情况 抛尸现场所在的乔东镇 是从前一天晚上十一点之后 才开始下雨的 也就是说 这辆三轮车 一定是晚上十一点之后 才骑过来的 有谁会在深经半夜 下着大雨 骑着三轮车来这儿呢 这条路啊 它不是附近老百姓出行的必经之路 你要是赶上天好 享清博日对吧 那么走这条路呢 稍微近点 但是呢 这儿又下着大雨 路上都是泥 这儿又没有路灯 黑不隆东 通常情况之下 在这种时候 大家呢 就会走另外一条带路灯的路 那条路呢 就百有马路 也没有泥 更好走 所以综合这些情况来分析 警方就认为 那辆三轮车 很可能就是嫌疑人的抛尸工具 在乔城分局的指挥中心 民警啊 调阅了大量的路面监控资料 但是 现场呢 是处于城乡结合部 摄像头覆盖范围啊 没有那么广 监控的盲区呢 很多 他们呀 找来找去 也没有任何发现 一般的抛尸案件呢 有好多呢 都是抛的越远越好 对吧 越远 这嫌疑人 他这越放心 但是考虑到 嫌疑人的抛尸工具 毕竟是一辆三轮车 暴露的风险很大 再加上当时呢 又下着雨 所以民警分析啊 他骑行的距离不会太远 案发第一现场 应该就在附近的某个村子里 随后法医经过尸体解剖 又有了一些发现 首先 这个死者没有穿内衣 并且在之前有过性行为 什么样的女人不穿内裤 不带胸罩呢 再加上她的打扮比较浮夸 也就是说生活作风 可能还是比较豪放的 还有呢 就是经济收入并不高 所以警方认定死者的职业 可能比较特殊 在检查之中啊 民警还有一个意外发现 他们在死者的裤子里 找到了一张手机卡 当时为什么翻找死者 衣物的时候没找着呢 因为这手机卡不在裤兜里 而是跟衣服的那布料啊 缠在了一块 除了这张手机卡之外 死者身上没有其他任何东西了 警方推测 嫌疑人应该是在抛尸之前 拿走了这个女人所有的个人物品 由于这张手机卡体积太小 并且呢 掉落在了裤子的夹层里 以至于当时没发现 因此警方认定这张卡 极有可能就是死者的 那么这张手机卡 能不能揭开死者的身份之谜呢 又会给警方带来什么新的线索呢 警方对这张手机卡进行调查之后 发现这张手机卡呢 已经停机了 同时更让民警头疼的 根本就没有登记机主的信息 这就是之前呢 在泊州地区比较流行的 一种价钱卡 就是50块钱就可以买到 买完之后打完了 你可以接着充值 你也可以不充值 打完随手就扔了 这张卡里呢 既没有短信通信记录 也没有存任何的联系人 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条通话记录 通话记录里面的很多手机号 一一调查吧 也都是停机不用的 最后查来查去啊 发现有一个手机号 是乔城区卫港镇何庄的 那么这个机主呢 姓何 这是实名登记的一个卡号 通过调查 这个何某50多岁 已经和妻子离婚很多年了 儿子儿媳妇啊 在外地打工 只有他一个人带着小孙女 在家里边生活 平时这何某呢 在城里就是靠登三轮车 赚钱为生 这就对上了 据当地人讲啊 说这个何某呢 热长头发 什么意思呢 这是当地的一个形容词 就是说这老何呀 喜欢女人 村子里的人呢 也都跟他叫老光棍 那么这老何和死者是什么关系 这老何又能不能给警方提供更多的线索和信息 询问老何的时候啊 民警呢 对老何的手机进行了检查 但发现这部手机上 只有最近两天的通话记录之前的没有 这老何明明在不久之前 拨打过死者的电话 他为什么要把通话记录都删除了呢 不仅如此 作为死者频繁联系的一个联系人 这老何在手机电话本里 根本就没保存死者的号码 更奇怪的是 当民警向他询问本机电话号码时 他竟然回答不上来 民警随后呢 就又检查了老何的手机相册 这时候一张女人的自拍照 就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照片上的女人 就是死者 手机里有死者的照片 还有死者女儿的照片 难道这部手机不是老何的 而是死者的吗 据何某说呀 这照片上的女人呢 叫傻影 他们呢 长期保持着暧昧的关系 俩人认识了四五年了吧 但他一直不知道 这个女人的真实姓名是什么 案发前一天 他跟死者见了面 说俩人呢 在一个出租屋里 发生了性关系 法医之前 在尸体解剖的时候 已经确定 死者遇害前有过性行为 那么在老何这儿 又得到了证实 现在死者的手机 又在老何的手上 这就让民警 对他产生了高度怀疑 再加上其他的一些信息吧 老何是离异的 并且有三轮车 身体呢 相对来说 也是比较强壮的 在问询过程中啊 老何承认 说那部手机 的确是傻影的 但是呢 他说这是因为他们之前 交换了手机 我手机给他了 他手机给我了 老何说呀 案发前一天下午 他呢 来到了傻影 经常打牌的地方找他 俩人见面之后 就一起去了一个出租房 改的小旅馆 去开房去了 在聊天的时候 他就向傻影 展示了自己 新买的一部触屏手机 傻影看到这手机之后啊 觉得挺好 就想着跟老何换 何某说呀 为了讨好傻影 以前呢 他就把新买的手机 给过傻影 这一回也没拒绝 但是换卡的时候 由于自己的新手机 是那种运营商定制的版本 跟傻影的手机卡呢 不匹配 于是他把自己的手机卡 也一起给了傻影 差不多下午四点吧 这老何呢 把傻影送回了之前打牌的地方 最后自己就离开了 老何说 他当天分开之后 直接就去办了一张新电话卡 因为毕竟手机卡都给傻影了呀 老何说买完手机卡呀 就直接回家了 之后一直在家里边看电视 整个晚上也都没出去过 那么老何说的是真是假呢 他那天晚上果真没出去吗 作案凶手 会不会是老何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着了 这老何呀 他跟警方说了 我呢买了个新手机 这个傻影啊 看我这手机挺好 就要跟我换 我呢 为了哄他高兴 也就跟他换了 但是啊 因为那手机呢 是运营商定制的 所以他那卡用不了 我把我卡也给他了 随后啊 我就拿着傻影的手机 我又去买了一张新的手机卡 就回家了 回家以后 我就在家看电视 整晚上我都没出去 这按照老何的解释 他们俩是换手机 为什么换 老何说之前也换过 就是看上了他的手机 嗯 乍一听 好像有道理 但是他说的这些东西啊 警方在当时是不太相信的 警方随后找到了当天和傻影一起打牌的人 进行调查 这些牌友们就说 当天呢 傻影确实让一个男的接走了 骑着个三轮车 又送回来了 但是这一去一回之间 傻影的手机究竟有没有变化 大伙谁都没注意 对于此时专案组来说 还有这么几个疑问没解开 傻影的手机 是不是真和老何的手机换了 老何回家之后 是不是真的没有出去过 从傻影的朋友那儿 民警了解到 最近跟傻影来往密切的男的 不止老何一个 并且年龄基本都是在五六十岁上下 民警就分析 这老何会不会是听见什么 或者是看见什么了 让他对自己这个多年的情人产生了不满呢 最关键的是谁都没法证明 当天晚上老何究竟有没有出去过 侦察员呢 在老何家呀 进行了检查 在他家的一个偏房里边有一张床 床上发现了一件女士的上衣 是那种成年女士穿的上衣 照理说老何的儿媳妇 常年在外地打工 也没在家里留下什么衣物 那么这件外套到底是谁的 老何又会怎么解释呢 当时发现死者的时候 尸体下身 咱们说过 是紧身的绿色裤子 上身呢 是一个深灰色 接近于黑色的 类似于秋衣的那么一件衣服 没有外套 死者的衣服 对于晚北地区春天的气温来说 显然太单薄了 再者说了 你要是单穿一件衣服出来 你一般会穿T恤衫啊 对吧 或者穿个衬衫啊 很少有直接女同志穿着球衣就出来的 那么老何家里这件外套是不是傻影的呢 民警啊 对何某的家 包括何某的三轮车都进行了全面检查 但是除了那件女士上衣之外 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情况 老何家明显不是命案的第一现场 在案情分析会上 有民警又提出来一个疑问 说老何家呀 在魏城镇 他和抛尸现场所在的乔东镇 中间的距离将近三十公里 如果作案凶手真的是老何 那么他蹬着三轮车 抛尸一来一回 得需要很长时间 太容易暴露 太冒险了 那有没有可能 这老何在乔东镇有什么亲戚朋友啊 所以他对乔东很熟悉啊 查来查去 发现老何在乔东镇也没有亲戚朋友 他对乔东镇的环境并不熟悉 如果他不熟悉那儿的话 他不应该会选择那儿 作为抛尸地点 之前民警一度怀疑 老何可能就是那个到村子里边找人的神秘男子 但是经过调查 这个推测也不成立 为什么呢 老何说了 我呀 有个三轮 我想找他的时候呢 我就到大洋桥底下 大洋桥下边呢 有一个老年人 打个小牌啊 小麻将的地方 这老何和傻影 有着这样的一个固定的见面地点 所以他不用去村子里边找人 并且老何的身高 体态和村民描述的那个神秘男子 并不符合 难道这起案件的凶手另有其人吗 和傻影有关的联系人还会有谁呢 经过细致查找 民警啊 终于通过大数据啊 在数据库里获取了傻影的真实身份 傻影啊 本人姓郝 这郝某呢 当年是45岁 就是博州本地人 民警知道了郝某的身份之后 立刻赶到了郝某家 到了郝某家 就见到了他的丈夫 沈某 这沈某说呀 嗨 我老婆呀 经常跑出去 一跑呢 也不是说一天两天 一个月两个月 一跑经常是三年两年不回来 把孩子就扔在家里边 什么也不管 沈某还说了 他以前在家的时候 就整天无所事事 交各种狐朋狗友 这几年呢 干脆离家出走 联系不上了 三年之前吧 我一气之下 你不不回来了吗 得了 你也别回来了 我就到派出所报案去了 我说妻子失踪了 民警呢 当时就跟他丈夫沈某说 前几天 你有没有去乔东镇 找过你的家属啊 啊 你去那问过吗 这沈某说呢 没去过 警方你也不能听 他的一面之词啊 于是啊 还拿着沈某的照片资料 去问当地的那几个村子的村民 村民们也说 不是这人 哎呦 这满村子找人的神秘男子 既不是沈某 也不是老何 除了他们 还能有谁呢 问问沈某吧 他的爱人 有没有什么社会关系 跟哪些人来往比较密切呀 但是沈某说了 因为这么些年 也没联系 他到底交了那些朋友 跟什么人来往 我完全不知道 事已至此 老何的线索断了 说家人这边吧 沈某这边吧 哎 也没查出个所以然来 但是警方始终坚信 犯罪嫌疑人就在附近 警方围绕着老何 又开展了很多大量的工作 同时在现场还有几组民警 也一直连续不断的开展走访摸牌工作 在村子里走访的时候啊 民警得到了一条线索 说我们村啊 有一个姓董的 他呢 经常带一些陌生女人回来 那么说的这个董某 当年是52岁 跟老何情况差不多 早年离婚了 独自一个人生活 据村民说呀 案发前一天傍晚 我看见老董 骑着摩托车 带着一个穿绿裤子的女人回家 警方拿着死者的照片 给邻居进行辨认 邻居一看 对对对对对 穿的就这条裤子 就就就是他 得到这线索之后 警方决定立刻接触董某 民警呢 拨打了董某的电话 可是一直没人接听 其实啊 民警已经在董某家外边了 电话没人接 但能够听见 这手机铃声 一直在屋子里边响个不停 警方呢 通过窗户往里边看 就发现这董某啊 就在床边坐着 一个劲的低着头 在那抽烟 隔着窗户 民警就问他 你是不是老董啊 哎 这老董呢 他也不跟你说话 后来啊 警方在村干部的配合之下 采取了紧急破门的措施 说白了就把门给撞开啊 把这个董某就控制住了 在董某家 民警进行搜索的时候 找到了属于傻影的两部手机 并且在三轮车上发现了一枚假的眼睫毛 各位 您还记得吗 当时警方在尸体身上啊 在他眼下边有一枚假的眼睫毛 另一枚可没有 哎 在这三轮车上呢 现在是铁证如山 在证据面前 董某对自己杀害傻影的犯罪事实 供认不会 据这老董说呀 他呢 是在两年前认识了被害人郝某 大家跟这郝某啊 都叫傻影 俩人呢 只是偶尔约会 就发泄一下自己的生理欲望啊 并不会经常联系 交往了一段时间之后 这董某呢 也知道了傻影的真实身份 只是彼此啊 心照不宣 这你也有需求啊 我也有需求 继续就保持着这种关系 这一天呢 董某又把这郝某带回家约会来了 而郝某呢 还是按照惯例开口要钱 往常啊 要点零花钱也就算了 这回一要 要二十万 当时在屋子里边 傻影就跟老董说了 我闺女马上要上学了 得用钱花 你们家拆迁了 我知道你很有钱 你给我拿二十万 这老董呢 就说 哎 我哪有这么多钱呢 我没钱 可是傻影啊 始终不依不饶 俩人随后就撑吵起来 在这个过程之中 傻影呢 就抢过来老董的手机 还说了 我得找人揍你一顿 我朋友多 哎呦 这一下子彻底激怒了董某 董某说他一荒神 随手拿起了摩托车上的一根绳子 就勒死了傻影 天黑之后 骑着自己的三轮车 把尸体拉到了河堤上 由于当时下起了雨 再加上心里紧张 也没多想 把尸体啊 推到草丛里边 这也就算了事了 老董说案发之后的几天 他那一直非常的恐惧 也很悔恨 甚至还想到自杀 但是一是下不了决心 二是还没来得及 就让警方抓获了 最终啊 老董也因为故意杀人罪 伴随有抛尸行为 情节恶劣 受到了法律严厉的惩处